《紙房子! 韓國篇》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報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剛剛在Netflix上播出的《紙房子》韓國篇《Money Highs Korea》 如同劇名所顯示的,韓國的版本是改編自2017年紅片全世界的西班牙同名影集《紙房子》 故事敘述一群背景、專長、個性都截然不同的人 被一位名叫做教授的人聚集在一起,策劃了兩起驚天動地的搶案 原版的故事一共有兩季共五部 分別是第一季的《西班牙皇家造壁廠搶案》 以及三年後的《西班牙國家中央銀行搶案》 這次的韓國改編版,目前只有一季共12集,拆成兩部 《上半部》的六集已經在上週五一次上架 而《下半部》按照Netflix的慣例,應該會在一個月內左右上架 或許是因為原版的評價太高 韓國版上映之後普遍受到了原版死忠粉絲的批評 大多是在抱怨,韓國版只是複製貼上 劇情幾乎一模一樣,並沒有特別明顯的創新 加上少了像原版那樣經典的主題曲和配樂 倒不如把原版再看一次還比較好 但如果沒有看過原版的觀眾,卻紛紛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故事 加上劇情緊湊刺激,演員的演出也十分到位 會讓人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口氣把他追完 另外,如同剛剛表格上所顯示的 韓版第一季上有六集還沒有播出 現在就下定論,似乎有點不近公平 而因為我跟CBO剛好就是一個是原版的鐵粉 另一個則只有看過韓版 所以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用中立一點的角度 從背景、角色、動機以及執行這四個面向來比較兩個版本的第一季 帶你看看兩者之間的各自優劣之處 並且告訴你,為何無論有沒有看過原版 我們都還是推薦韓國版的原因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紙房子》 原版的第一季並沒有明確告知觀眾發生在哪一年 但根據影集中引述的新聞事件 我們可以暫定它是發生在上映的2017年左右 而搶匪們的目標是為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西班牙皇家造弊場 在影集裡,這個造幣場雖然依舊有印鈔以及金庫的功能 但主要已經被拿來當成博物館使用 作為移植的翻拍,韓版特別架空了一個時空背景 敘述在2026年南北韓即將統一 並將原本朝鮮半島的正中間的共同警戒區 改建成為共同經濟區 並將印製新的通用貨幣的統一造幣場蓋在那裡 作為南北韓統一之後經濟發展的象徵以及板模 而這個造幣場也就成為了韓國版第一季搶北門的目標 以及主要故事發生的場景 不管是在哪個版本裡,劇中的角色數量都十分眾多 並且分成三個壁壘分明的團體 攻佔造幣場的搶匪、在外準備攻堅的警方 以及被當作籌碼的人職 而原本影集出色的地方在於 這些角色們除了有原本身份上該具備的特質之外 更帶有屬於他們個人獨特的背景與個性 而且大多時候會跟他們的身份產生衝突與反差 不只讓角色更立體 他們的一舉一動更是牽動著觀眾的情緒 至於韓版,或許是因為目前直播到一半 有部分的角色還沒有發揮的機會 也讓我們很期待他們接下來的表現 現在就讓我們來對比一下幾位主要角色吧! 在原本裡,搶匪的主腦教授 在警方眼中是一個冷靜沉著、狡猾俐落的大魔王 但事實上他卻是個文職彬彬、內向害羞的文青 在運籌帷幄時他充滿了自信、決策明快又果決 但在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卻很扁扭 甚至有時候覺得他很笨拙 明明心地善良卻總得要心狠手辣的他 在影集裡時常會陷入天人交戰 而在韓版裡,教授在參與搶案之前還真的是個教授 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南北統一之後的經濟影響 有劉志泰所飾演的教授同樣擁有天才的頭腦 但似乎在待人處事上比起原版的更加老練 面對突如其來的狀況也比較冷靜沉著 甚至還明目張膽地在造幣場附近經營一間咖啡廳作為行動總部 作為教授的頭號對手的督察Rachel 表面上是一個能力強、經驗足的女強人 但她不只是一個家暴受害者 自己的私事還一天到晚在職場上被拿來做文章 不只影響自己的心情,還傷害了職位的權威 不只如此,外表堅強的她卻十分渴望愛情 而她在工作上的俐落反而凸顯了她內心的軟弱與溫柔 讓她同樣陷入了宮與司之間的拉扯 在韓版裡,這個角色成為了由金倫珍所飾演的宣佑珍 是南韓國家警察廳的維基談判組的組長 和原版不同,她的前夫被設定為是統一後的首位總統候選人 但也讓她背負了靠關心的外界誤解 另外,韓版安排她,跟教授在想案開始之前兩個月就認識並且曾發生關係 也和原版中督察是漫漫才愛上了教授有點不同 也使得這條感情線在未來被揭發真相時的衝突點會大不相同 至於在原版裡被視為是第一女主角的TOKYO 在韓國版裡則被賦予了很不一樣的個性和經歷 西班牙版的TOKYO看似柔弱娇媚 卻是個搶劫殺人的淺科犯,敢愛敢恨並且做事不顧後果 而且早在授訓階段就已經跟Rio互有好感 是一個因為瘋癲而富有魅力的角色 而由全中睿所飾演的韓國版TOKYO則是在北韓出身 因此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 嚮往自由的他帶著希望來到了南韓 卻在資本主義的嘲弄之下輪落到差點自殺 輾轉加入了教授的團隊 而且還跟軍人一樣,在教授的領導之下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十分忠誠 不知道你比較喜歡哪個版本的TOKYO呢? 但韓國版裡還是有許多角色跟原版的頗為類似 例如外表火爆衝動卻意外深情可愛的Denver 還有Denver那粗獷卻溫柔、樂觀又慈祥的爸爸Moscow 風度翩翩又節奧不遜的Berlin 散發出迷人又危險的領袖氣質 年紀最輕、才華洋溢卻還在探索人生目標的Rio 貪生怕死卻又狡猾的造幣廠廠長長 總是要別人去幫她做危險的事 但出了包卻又很快地推卸責任 以及原本身為人質的年輕女孩 一開始被情婦廠長無情對待 後來卻愛上了瑕疵她,卻真心對待她的Denver等等 在兩個版本裡都有出色的演出 是會讓觀眾越看越愛的角色 比較可惜的是Nairobi這個角色 在原版裡Nairobi看似熱情洋溢又游戲人間 但一被惹毛就會變成無法駕馭的獅子 也因為她大姐姐的個性與印鈔的專業 讓她成為影集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是在韓版裡或許是因為整體的戲份縮減了 Nairobi被邊緣化到幾乎只剩下幾個零星鏡頭和台詞 另外在原版裡戲份不多 卻還是很討喜的Oslo和Helsinki哥倆好 在韓版裡也是幾乎找不到他們的身影 希望在剩下的六集裡我們能夠看到他們有更多的發揮 尤修的犯罪作品往往會替主角安排一個合適的動機 雖然不能夠合理化他們犯罪的事實 卻能夠引發觀眾的同理心 自動地在我們的內心裡替他們脫罪 甚至幫他們加油 例如在原版的設定裡 教授是想要完成父親的遺願、Nairobi有個從他身邊被搶走的兒子 Tokyo是原本身上就背負著上一期搶案的罪等等 而在韓版裡 這些個人的動機目前只有少數幾個人的有被提及 例如兩個版本的Moscow都希望有足夠的錢能讓兒子Denver 不用再過著犯罪人生 但要是只有個人因素 觀眾雖然會同情,卻無法做到同理 因此這兩個版本都賦予了搶匪們更深更廣的意義 那就是反抗 不管是反抗體制或是當選者 然而在反抗的同時 教授一群人卻有這幾條嚴格的規定 也就是俗話裡說的道義有道 首先他們並不搶奪屬於任何人的財產 比起搶銀行,他們選擇搶造幣廠 就是要連搶的錢都是自己印出來的 而不是某人名下的財產 再來他們絕對不傷害人命 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危害別人的安危 他們所定下的這些規矩 不只是因為自身的價值觀 更是為了要凸顯他們跟體制的不同 同時也能贏得輿論的支持 進一步保護自己 不被當成暴徒而被警方攻堅 但是韓版比較特別的是 他加入了原版裡沒有的南北韓情節 在韓版的設定裡 南北韓是處於一個 即將要統一卻還沒有統一的關鍵時刻 而造幣廠所在的共同經濟區 有點像是個實驗室 讓南北雙方得以試探或是習慣對方 雖然表面上就是兩造 可以一起找出共融新方向的契機 卻免不了成為當選者爭相搶奪的新戰場 在韓版的第六集裡 當教授被南韓政治人物找去規劃統一之後的經濟策略時 他立志要成為韓國的Operheimer Robert Operheimer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學家 有原子彈之父的稱號 我們覺得韓版教授口中的韓國Operheimer有兩個可能意義 第一,他希望南北韓統一之後 能夠成為制霸世界的強權之一 第二,他認為統一只是當選者的手段 受苦的最終還是民眾,因此他要想辦法摧毀 因為韓版現在只播出了一半 我們還無法判斷這個教授的動機 是否能跟原版那樣 提升到所有人都能夠同感並且支持的地位 因為韓版目前大多在強調強悍過程的緊湊與刺激度 反觀原版讓觀眾看到了教授一群人起身反抗體制 唱著那首在二戰期間被義大利游擊隊廣為船上的Bella Chow時 就會讓觀眾選擇站在搶犯這一邊了 這首歌的詞意是在表達游擊隊員離開家鄉上戰場的心情 並且向家鄉的美麗女孩道別 後來在南斯拉夫的知名反法西斯電影《喬》裡面當作插曲 從此和革命或是反抗劃下了等號 而這首Bella Chow和片頭的主題曲My life is going on 也為原版定下了《浪漫卻又慷慨激昂》的氛圍 也是韓版目前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不管是哪個版本 《紙房子》作為一部犯罪作品 當然少不了精心策劃的計謀 而劇中不只是搶匪有計畫 警方也會不斷地擬定對應的策略 就連人質都有屬於自己的計謀和盤算 而這三方之間的過招也成為了整部影集的精華 韓版的確如實還原了原版裡整密又出人意料的計謀 例如牆案的主要目的是爭取時間印鈔 或是當發現警方派人潛入時 所有人替換成了不同的面具等等 但是韓版也有做出很不錯的修改 例如分化人質的手法 在原版裡,搶匪們祭出了 留下幫忙就可以拿100萬歐元當作誘因 不只讓那些需要錢的人質自願留下配合 還讓他們得以將那些選擇離開 可能會造成問題的人質孤立出來控管 但在韓版裡,搶匪則是將人質分成南韓人與北韓人 然後讓他們互相監視、舉報 不只分化了人質 也很巧妙地把韓版統一障礙這個大命題融入劇情 不過韓版比較可惜的是刪減了很多搶匪們在準備時的畫面 在原版裡,每當問題出現 任務看似陷入危機的時候 鏡頭就會轉到搶案發生之前 教授培訓眾人的畫面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教授預先告知了眾人 這些意外發生時該怎麼做 這樣的安排,戲劇效果會比較強烈 然而在韓版裡 比較會是在每一集分別聚焦在一個角色 參加搶案前的背景 個人的故事會比較完整 但是戲劇效果就沒那麼強烈了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差異就是搶匪們所戴的面具 原版會使用達利面具 除了是達利本人的造型比較獨特之外 更是因為這位知名的西班牙超現實畫派大師的理念和搶匪們相符合 都是在打破常規以及和體制對抗 然而在韓版裡 達利的面具被換成了韓國第121號國寶 《合迴面具》裡的貴族面具 不只同樣帶有反抗不公義的權威與階級 同時卻又展現了韓國文化的獨特 可以說是十分用心 《合迴面具》據傳已經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 當時的民眾在瘟疫時為了祈求平安製作了13種面具 其中之一就是劇中所使用的貴族面具 甚至在《合迴面具》的起源地《合迴村》裡流傳著有800年歷史的《合迴假面舞》 主要展現了貴族與平民百姓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表演的劇情中抨擊掌權階級的權威與社會矛盾 是當時緩解民眾委屈不滿的一種媒介 這個面具因為獨特的造型 仰看時像是開懷大笑 俯瞰卻又變成了怒目相像 就像是調侃生活的心酸 這個面具是不是選得很好呢?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影集的呢? 《紙房子》韓國版第一部的六集和原版的五季 已經全數上架在Netflix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趕快去追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紙房子》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